前阵子给大家连开了好几期节目 给大家打了很多关于肺结解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被反复问到 附近发现了气管气室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病呢 它会不会导致肺癌呢 可以让大部分的朋友放心的是 这个气管气室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所以它是不会变成癌症的 然后这气管气室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说白了就是支气管 本来是一根直的管子 它呢突然有一个地方比较薄弱 碰凸出去了 变成了一个小蓝带在边上 它产生的原因呢 大部分来说都是先天性的 也就是说先天性的一个支气管的机型 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薄弱 所以就凸出来了 当然呢也有少部分扣天的原因 一个呢主要是有慢阻肺 就经常有那种咳咳咳的 或者COP的 这样呢可能会使得局部薄弱的这个气管 碰出去变成一个气管气室 或者呢是因为做一些手术造成的 但大部分呢还是先天性的 然后并且大部分人呢也都是单发的 而不是多发的 过去呢一般诊断气管气室都是通过气管镜的 但是近些年来呢 由于这个肺CT的广泛应用 所以越来越多的都是在检测这个肺部 或者在水纺肺结结的过程中 被医生顺带着在图片中看到了 在气管边上有一个这样的气室 然后就说说朋友最关心的问题 那这个气管气室要不要去处理呢 一般情况下的气管气室都不会有什么症状的 并且呢你也不用担心 它会发生什么癌变 所以呢也不需要刻意的去随反 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突出来的一个瞒道 所以呢有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物进入到里面 尤其呢是一些呼吸道的分泌物 那进去之后呢可能会诱发一些感染 感染起来之后呢又反过来刺激自己的咽喉部 发生一些慢性的咳嗽 当然呢再严重一些可能就会发炎 咳痰咳血 此外呢有一些人的气管气室可能会非常非常大 大到非常夸张 并且填满这个分泌物之后可能会压迫周围的一些组织 比如说像压迫食管啊 像小孩中如果有气管气室 甚至有一些会压迫到它的这个气管和食道 有的时候是需要紧急处理的 所以呢气管气室只有在它经常反复出现感染的这种情况下 或者是它太大了 可能压迫到周围的一些器官的时候 才需要进行手术的处理 那现在手术呢也总体比较简单 要么呢就是把这个气室给完全移除掉 要么呢就是把这个气室给修补起来 好的希望这期视频能够消除一些朋友们的疑惑 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疾病 或者说关于一些临床的疑惑呢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我呢都会尽力的去回答大家 好的祝各位朋友们健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